大家好,我是薛妈,YouTube币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的感谢您 大多数女人天性敏感忧虑 心思缜密,很多事情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工作耐心细致,对家庭更是擦不完的心 过于劳累,身体不适,或是更年期的女性很容易失眠 有一点动静就会惊喜,或者是噩梦年年睡不好 男女养生不同,男人靠吃,女人靠睡 睡眠对于女人十分重要的 一旦睡不好就会造成气血阴阳失和,脏腑功能失调 既然出现精神不振,头晕耳鸣 记忆力减退,健忘 睡眠还会影响情绪稳定 如果放任失眠恶患,就很容易出现早衰 免疫力低,容易生病 睡眠更是影响美容的大敌 上了年纪的女人平时要多吃一些一匹安神 健脑美容食品 无论一味吃肉食补,少吃过于油腻辛辣的食物 适当给肠胃减负 偶尔喝一些保健养生残 更有益于健康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道非常适合女性喝的安眠汤 适当喝一些镇静安神,腿神健脑,乱肠通病 力量消肿,美容养颜 对经常性失眠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小把黄花菜 黄花菜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无论是用来做打卤面还是炒菜 做汤匙放一把都是非常好吃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黄花菜作为四大树三针之一 药用价值也很高 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 黄花菜的功效一可以安省助眠 黄花菜之所以有个别名叫忘忧草 就是因为它具有安省解育,厨房助眠的功效 黄花菜中因为有较多的维生素B1 可以营养神经,促进神经稳定 五清肾胺成分可以缓解抑郁,愉悦心情 所以适当食用黄花菜有助于心神安定,快速入眠 第二,可以明目养颜 黄花菜中的胡萝卜素含量极为丰富 每100克钢品中含有约3.44毫克 在蔬菜中名列前茅 维生素A含量也比胡萝卜高出好几倍 经常吃黄花菜 对皮肤、眼睛非常有利 可以滋润肌肤,增强皮肤弹性,保护势力 第三,预防节脂肠癌 黄花菜 富含膳食纤维 上食纤维能加速肠胃蠕动 促进有毒、有害物质排出 减少肠胃对有害物质的吸收利用 同时,黄花菜中的一些成分 比如天门冬氨酸 有助于抑制人体内癌细胞的裂变生长 可以辅助预防节脂肠癌的发生 黄花菜清洗干净 用水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再准备5克黄芪 黄芪一种大家都知道的中药 它可以做中药材 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饮食 黄芪的功效一 可以保护心血管 黄芪本身可以强心降压抗心率失常 保护心血管系统等等 所以,黄芪泡水喝 适用于心脏病、心脚痛、心力刷竭 冠心病、高血压等人群 第二,可以增强心肌收缩力、治疗胃炎 另外,实验表明 喝黄芪水不但可以强壮身体 还可以加强心肌收缩力 有效预防循环出现衰竭的情况 另外,若是患有胃炎 我们平时多喝一些黄芪水 也可以有效减轻病症 尿液中的蛋白定量 也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第三,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 如果身体出现气虚而导致汗多 脾虚导致乏力 肺虚导致咳嗽气短 这个时候就应该多喝一些黄芪泡水 一般都可以解决另外流感高发期 或者冬季节 黄芪泡水还可以预防感冒 黄芪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几个无花果 无花果是生活中 特别受欢迎的一种美味水果 它肉质细嫩 味道甘甜 无花果的功效与作用 可以预防高血脂 平时来门吃无花果 可以预防高血脂 因为无花果皮中含有 丰富的活性酶 和水解酶 这些活性酶被人体吸收后 能加快身体内脂肪分解和代谢 并能阻止人体对胆固醇吸收 它能降低血液粘稠度 防止血脂升高 第二,可以乱肠通便 无花果皮中的营养价值 比无花果的果肉一点也不差 人们在吃无花果 直接把果皮一起吃下去 可以吸收大量上死纤维和果胶 这些物质能润滑肠道 也能润化大便 可以缩短人体排便的时间 能起到润肠通便 清肠排毒的重要作用 经常吃无花果 还能防止刺疮的结肠炎发生 第三,可以美容养颜 无花果 可以乱肠通便 清理身体内的毒素 更能防止这些毒素 对人类皮肤产生伤害 另外,无花果皮中含有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还能提高人类皮肤细胞的活性 并能促进皮肤细胞再生 它能增加皮肤弹性 延缓皮肤衰老 会让人类的肤质慢慢变好 美容功效特别明显 接下来准备几个红枣 洗干净的红枣 把这个红枣漏剪下来 红枣合就不要 红枣可以养血安神 女性躁愈症 哭泣不安 心神不宁 食用红枣可以起到养血安神 疏肝解育的功效 经常喝红枣水 对于精血过多而引起贫血的女性 就可以起到改善面色苍白和手脚冰冷的补益功效 所以人们历来就把红枣视为极佳的支补品 接下来把所有食材全部放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朋友们制作视频补益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小火煮上2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打开盖子 然后我们再加入适量的红糖 然后我们只需要喝这个汤就可以 这一些渣可以不用吃 睡前提前三小时喝上一杯 如果你也是睡眠不好 经常失眠 不妨煮一点黄花菜汤喝 黄花菜搭配这几种食材是很好的调补品 清热 沥丝 消失 明目 安神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 收藏 准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